今天不只是全球矚目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羡慕 美国国力果然五远佛界强大 强大的人长照 今天又展现绩效给你看 这两位掐起来刚好160岁 160岁的两个人照样身龙活虎 针锋相对 要互相的辩论选总统 选总统里面 而且他们还不觉得自己很老 为什么呢 因为到下半场的时候 开始谈论到 川普先发动联系的问题 联系的问题里面呢 就开始他最后就直接指责川普 拜登说你不要像个小孩子 然后结果拜登回了川普说 我看你还是小孩子 所以两个160岁的人 彼此之间眼中你们都是小孩子 所以你看美国的长照 真的做得太好太好了 可是这个长照里面 这场辩论他们真的很像小孩子 小孩子在吵架 小孩子在辩论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讲 总是会互相握隔手 问候一下 合照一下 没有 这次两个人完完全全就是四仇相见 然后四仇相见不握手 而且说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就没握手 这是干嘛 然后接下来呢 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 其实他们谈的问题呢 园屋的状况 以色列的状况 堕胎 然后通膨 然后减税 然后移民 这种东西一路谈下来 一路谈下来呢 其实大概内容都差不多 那当然核心的东西就是 拜登一定要杀 你睡了一个夜心 对 然后川普就会回你儿子杭特拜登 然后怎么样的 这些其实在美国都是一些老生常谈 选举以来 还真的是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的一体 可是呢大家在关切的时候 在这样的过程中 基本上呢这场辩论 因为它是一个会前赛 两个人都还没有正式获得共和党 民主党的提名 然后副总统也还没出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会看到这个辩论里面 其实呢 拜登呢一直在做一个动作 他们其实是民主党里面就期待着 川普展现出他那种狂妄 自大 失控 所以呢你看到没有 虽然拜登呢有点口急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 要怕那个话讲不出来 讲话很快被人家嘲笑说 一秒钟六十里的速度 讲得很快 但是呢川普在讲话的时候 拜登就会做一个脸 你在胡说八道 你在胡说八道 他们在做肢体动作 而川普呢 在拜登讲话的时候呢 你讲话讲得清楚吗 所以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互相的一个 想要去凸显拜登老麦 而老麦到可能的认知能力有问题 另外一个是川普会乱搞 所以国会那件事情 但是今天看起来都还是 可是在这么多议题里面呢 很多大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显然是压轴 下次要谈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先前这场提前的会前赛 华优特别找了21个 美国知名的专栏作家 而且就问 如果这场总统辩论要问什么问题 那21个里面还加了这个标题叫做 不要给我简单的答案 不要给我简单的答案 就是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你美国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今天没有碰 今天没有碰 那今天没有碰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里面是讲的是川普拜登五次讲说yes 但是yes里面他们要讲的是真的如果美军介入 中国也会升高军力 那升高军力会变成是印太地区 所有的盟国会卷入更大的纷争 但是如果你不介入台湾被拿走 台积电全世界的民主 全世界的经济都是要冲害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打 你要怎么样 你只能像乌克兰一样吗 你是援助武器还是你要派兵 你要派到什么程度 拜登要讲清楚 那你川普呢 每次都说我不告诉你 我要维持模糊 你这种维持模糊 大家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给信心 所以大家还是很关切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关切这个问题呢 因为中共解放军真的对我们呢 是越来越有动作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 最近呢 你看这环台已经 变成日常化的环台的骚扰 而这之二环台骚扰除了东北角 因为那边接近公共道 起来是美军的一个范围 你看全面的三十几架 战机无人机 就全面的逼近了 全面逼近 那这个东西呢 会引起大家关切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 现在是那个环台平洋军业 启动了 而环台平洋军业里面 还要炸掉一艘四万顿的船 那时候专门针对就是 洞七五或者是辽宁船 他们都会差不了太多 针对中国 那中国一向如此吧 我对付不了美国 我就打台湾 所以这个是一个糟糕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是 大家对台湾那么关切 关切原因是 帕帕罗罗讲的他认为说最近的灰色的地带的演习 已经不是只是骚扰 而是可能在演练 某种的军事行为 然后像华油啊 像彭博 像金融时报 法国都已经在谈一件事情 也许不会攻台 但是封锁 那看起来这个态势是有的 而最近大家更关切的是金灿龙 金灿龙最近呢是在中国的官媒 他号称是习近平的国师之一嘛 写了一篇文章 如果必须非和平统一 我们该做什么准备 然后他就特别提了一个 从2024A就是在新的上来的那个 2022A历舰联合军演 到现在这一次 他说这个叫做人启动 什么叫人启动 因为美国一定会盯着 你3000辆火车啊 多少的东西运送 如果大部队调动或什么的话 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现在他们就做一个东西叫人启动 我可能不是全面的战争 因为单路战太难了 我行程将成你麻痹之后 突然炸掉你一个基础设施 突然攻击你一个点 然后就进行封锁 而这样子的时候 迅雷不及一切 就是一下力就立刻攻击 立刻打一个点 而不是全方位战争 但是你美国怎么去因应 台湾怎么去因应 都会变成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大家更关切的就是 拜登和川普 因为虽然都160岁 但他们总有一个人 在11月4号以后 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的总统 OK 这场选举在未来结果会是怎么样 当然大家会瞩目 可是前面包括今天的辩论 包括未来还会有选举 正式的一些辩论 一定不可会人的 台海问题重中之重 一定会是这一环 而这一环如果照刚才创架 讲那个包围圈 那除了架次以外 包括包围圈是不是越来越 小的感觉 连老共自己都来讲说 对台湾你们要适应 像这样一些的情形 那这些就是他们的 新的一个模式 类似这样 所以军军委 我们真的要去适应 这样一些的情形吗 可是对我们来说 就每天要整个待旦 我们就一直要去防着 这样的一些状况 军跟民之间 好你说这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老共刚才讲的 他的军事越来越微越小 那另外一个在民间来讲 因为昨天的时候 包括委会 把旅游警示提高到 橙色警示 大家再讲说 包括在两岸之间 民间的关系 那也会越来越紧张了吗 因为各位注意看 到底是谁造成越来越紧张 其实台湾这边 也没有什么特别其他的 的改变嘛 现在我们忙的就是 国会被朗百给控制了 光泽部分就很忙了 还能做什么 然后呢 中国你看 第一个 那定出了台独要判死刑 对不对 怎么可以 入境中国 检查你的手机 这个全世界没有国家 是这么让看的 而且有没有发生过 真的有 还有团客 团体的团客被抓出来 全身脱光在检查 他是跟团去的 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的紧缩政策 不只可怕 因为他根本 没有 无稽可循 你说你要如何去避免 这也很难 你说你不是台独 谁说的 他说了才算 那个叫首要份子 集体份子 还有参与份子 很多种 他们听了三种 你按照中共的定义 你拒绝统一 就是台独 那全部都是 会有人愿意给共产党统治的吗 有 1.7 除了统促党以外 新党出来抗议 新党说 赖青泽总 你为什么没有讲到 我也是促同的 不过这个确实 有点疏忽 真的 但是也不能怪谁 因为真的 大部分的人都忘记有新党的存在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反正 除了那些很表明的 情愿接受 中共统治的 共产党统治的以外 这些超极端的 根据创下的数字 大概就台湾1.78以外 你其他拒绝同意的 都有可能被他认定为 所谓的台独分子 你看有些明星 我是觉得他平常也是很舔共 通常有一天变台独分子 那些小粉红 说翻脸就翻脸 这中共杀红了眼 你看他连一些 中国自己的明星 都可能消失不见 你昨天还是一个 哇 超级巨星 范冰冰 什么冰的那个 范冰冰 第二天就不见 龙化 所以你要去这个国家 旅行的时候 路尔卫现在是准备要提出 一个所谓的 承设警戒 不过我倒是觉得 在做法上 还是可以跟旅行业者 来做一个沟通 因为有些旅行业者 他可能 比如说他团体团客 他有收了订金 或者是说机票 甚至也可能都订 你这时候给他发布 那你必须要去评估 那对业界的冲击有多大 也最好跟业界说明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看到哪些 有危险的地方 可能你带团去 你也没办法保证 你的团客安全 或等等 但之前因为政府有说过 就9月以前的出团不变 之前大概有这样的提过 那现在是不是 还是按照这样的原则 我是觉得细节上 还是要谈一下 但是中国对台湾的敌意越来越深 这个 对啊 你说那个危险 他们国防部直接讲说 那我们就是要适应这样的情形 他的灰色的业 他就是这个样 这是他们的新模式 他就这样干 他是针对台湾吗 我认为他主要是回应美国的围堵 其实最早发起 抗中的是谁 打中国的是谁 其实是川普 从我们那时候开始关税战嘛 就猛打嘛 那现在的拜登 更是加码啦 你还记得在美国总统 之前选举的时候 那个小粉龙 还有一些台湾的亲共的人 大概都期待川普可以当选 不是啊 那个拜登可以当选 都认为民主党当选以后 因为拜登以前感觉上 跟他们比较熟吧 然后美中关系就会改善 后来有没有 没有 而且拜登还加码 拜登还抗中抗的更厉害 那现在美国又要选举 很明显的 抗中这个大趋势是没有变的 这个抗中的集结是怎么引起的 是这些国家 看中国不顺眼 还是受美国煽动 还是因为中国的 你那个霸权 你跟美国要抗争 你在南海 其实在南海 其实基本上 你是直接骚扰到那些国家 过去如果有争议的地方 大概就先各自争议嘛 大家共同来开发嘛 以前南海的共识大概是这样子嘛 那中国不是啦 中国现在开始派兵啊 扩那什么田地 就是人造岛 中国那些岛就越来越胖 越来越肥 他们还有军舰 再来快到半岛了 对对对 还有军舰派上去啦 然后他就直接打菲律宾啦 他也攻击过越南啦 而且造成 那是直接的 台国打仗的 所以 那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跟 这些国家其实以前不是跟美国很好 像菲律宾也是啦 菲律宾过去也是跟美国关系 也很有问题 你杜特地的时候跟中国关系最好 那菲律宾的总统每个去访问 北京又回来就立刻 立刻更抗中 抗得更厉害 菲律宾现在开始也 花钱在国防预算的政策上 以前菲律宾是不花钱在13美元的 那你F-16V也要买 所以台湾其实两岸问题啦 不是台湾单独的问题 第一个是国际问题 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 不是什么民进党那么厉害 如果民进党造成两岸紧张 那国际压力会在我们身上 这必然 国际压力一定会说 你台湾怎么会搞成这样 现在不是啦 现在是国际都支持台湾啦 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可是如果照刚刚俊宴委员这样讲 喂 菲律宾主席他就直接讲说 那个第一螺旋上升 都是因为民进党造成这样的结果 而且如果从刚才讲的 这次的辩论 然后一直到老共的飞机 微微微成这个样子 那陈舍警戒如果真的再出来 两岸之间如果照国民党的看法 未来要怎么解这个套 我不曉得啊 因为刚刚俊宴委员说 不是民进党造成两岸紧张 那我不知道国民党该怎么办呢 原来是我们造成两岸紧张的吗 还是民众党造成两岸紧张的吗 那来举例举例 举例民进党怎么造成 那来举例举例 新两国论这个问题就很多了嘛 不过我们还是 我们先讨论一下 赖清德520就职的时候 他怎么说 赖清德520就职的时候 他说两岸交流 可以从重启双方的观光旅游开始 讲话没多久 交通部长这个李孟燕直接表示 他说不排除我方先释出善意 来增加双方的交流与良性的互动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嘛 等一开始讲我觉得是个好事 感觉起来双方可以破冰 就一个月吧 大翻盘 直接调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 就是直接三级跳跳到橙色灯号 橙色灯号意思是什么 就是建议国人啊 避免非必要旅游 就是没事就不要去了 这仅次于红色警戒了 没事就不要去了 然后 赖清德还说了什么话 他说了 因为现在状况不好啊 所以台湾的民众 若去大陆经商跟旅游 要自己注意风险 我本来以为蔡英文实在两岸的关系 已经够糟了 就没想到赖清德实在 才一个月吧 状况居然还可以再破盘啦 继续往下跑 今天咨询的时候 佐伦泰怎么说 他说接下来啊 还要看中国大陆的态度 会不会调到红色 他不否认啊 如果调到红色什么事 叫你不要去了 那如果要走到这一步 那一开始 赖清德你话 就不要讲的这么好听嘛 还讲说什么 希望从观光交流开始 而且重点是 对于赖清德而言 他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总统 不只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所以他提出来的东西 不应该只是市级民众 叫你要小心 民众所期待的 人民所期待的是 赖清德能够提出个解决方式 让我们双方的经贸 能够安全的交流 以及我们的民众 到对岸去玩的时候 是可以享受安全的环境 这才是执政党应该做的嘛 如果只是要市井的话 那不用你啊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随便找一个人来市井就好啦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做法 太表面了 而不是真的解决现在的问题 但我最后要说的是 两岸的这个所谓的旅游停滞 我老是讲已经停滞很久了啦 反正没什么在交流了嘛 所以重点并不是在于 现在两岸的旅游观光 有没有多严峻 而是当这种情况出来的时候 代表两岸的关系 再度的更差了 连最基本的旅游 都已经出现了 可能有红色景点或橙色景点之后 有生命危险的状况 那代表接下来 两岸还有什么退路吗 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嘛 你从政治 从经济 从军事 各方面的都造成两岸严峻 激动的现象 那接下来 会不会真的造成所谓的 不幸战事的发生 这还是我们在一场最担心的问题嘛 不要忘记了 这次的2024环太平洋军演 老是讲29国历年的人最多 但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美方 他所要的一个重点 有个重头戏是 集成4万吨的一艘 所谓的两栖的攻击舰 4万吨代表什么意思 中国大陆现在 他最主力的三艘 075型的两栖攻击舰 就是4万吨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美国几乎已经不是 暗示中国大陆假想敌了 他直接告诉你 你这么大 我被打下去 我照打的 我先打就是你的这个 075型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台湾用什么态度 来处理现在两岸的问题 我觉得更要小心 你当然可以选择 我就是跟中国大陆对抗 我觉得这是个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 是否对于台湾的未来 是否对台湾的民众 是更好的决策 我觉得真的拜托赖清德总统 好好想一想 因为毕竟你是总统 我们所有的国家 外来希望都在你身上 你的一念之间 会造成整个国家不同的走向 OK 来俊俊要回应吗 我认为 第一个 会不会这29个国家都是 都是干嘛要集结在一起 嗯 对台湾最安全的 是要跟民主自由阵营 站在一起 嗯 这29个国家能够集合在一起 我认为大概是有共同的想法 价值 就是大家 你注意看 基本上这些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没有人愿意战争 29个国家都愿意战争吗 都愿意投入去 去抗中跟中国打仗嘛 也不会啦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这位优秀的 年轻的博弈有提到 是 你说 你说谁可以去中国保障 我们没有办法保障你去中国就是 旅游安全 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 美国人却被抓起来 加拿大人被抓起来 澳洲人去中国中国可以抓起来 中国人自己都没办法保证到自己安全 对不对 你问马云安全吗 你为什么现在跑到瑞士 对 就面对你中国那个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保证 他的人民在中国 可以受到公平的法律对待 像我们认为 如果你真的在中国犯法受惩罚 那也有个法律审判 中国不是这样 不是我们理解的一般的国家嘛 他有很多事情 他是政治去解决 你在中国受 如果你被抓了 是根本找不到你啊 你的家人也认诺不上你 你也没有律师啊 大概都过很久再出来 念一篇回过书 我错了 所以 冰队这样的国家 当然 如果问说 那政府应该要保障你自己国民的安全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 其实不是我们的一念之间 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我常讲中国最可怕的战略 是以前邓小平的老二主义 对不对 我和平绝情 我不跟你争锋 然后呢 全世界的资金啊 技术 大家都跑去中国投资 那时候全世界的最主要思维 都是往中国跑啊 那中国的整体经济就是因为这样带进了 人才也去 钱也去 技术也去嘛 那现在 习近平的这个 我叫他这个所谓的 什么大国 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啊 好像又恢复中国那个 天朝 天朝那个思维 而且 你不是只有跟台湾紧张 如果今天只有跟台湾紧张 那当然是民进黨要负责任 但中国跟哪个国家不紧张 对不对 日本韩国 菲律宾印尼 那这 整个跟周边国家通通紧张 那到底谁造成的 我认为 陈志习近平一年之间啊 我回复帅气的军线委员啊 是 我觉得委员搞出一个重点啊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 他的子民到了世界各国完是百分之百安全 那当然 他们去中国大陆可能危险 他们去美国去日本任何国家 可能都会危险 因为不想发生什么事情 我讲的是态度 你这位总统 应该是至少提出个你想要保障我国民安全的方式 而不是只是跟他说 去有危险 你自己要小心 这态度的问题嘛 就算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我也要想办法让我的民众到世界各国 能够尽量的安全嘛 我想这个是重点啊 所以我说很多国家 包括军众文讲的 没有错 的确中国大陆的状况跟世界各国很多都不好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了 不是在他们的一个国家打 是在台湾的本岛上面打 所以我们才更加严正来看待这个问题 没有人希望战争 更加不希望战争发生在我家 我相信这个不管是在意党还是执政党 都是有共同方向 我们也希望朝这方向来努力 你知道国际法上面就是说 各国的这个战争权已经被剥夺了 所以各国的军队 其实目的都是来做自我防卫的 他其实目的不是要去侵略别国的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国家 他主动发动的所谓的第一级 去侵略人家 这种我们会称为叫第一级跟侵略战争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他是在采取一个防守的策略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个国军的一个做法 你不能说因为这样子叫做自卫队 这个叫做还是国军的一般的自卫权的行使 所以如果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顾立雄上台的时候 他所讲的自卫权行使 就是说你侵犯到我国的所有相关权力 包含像领路 领海 领空等等之类的 即便你不是打第一枪 但是你已经侵犯到我们的国家主权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采取所谓的自卫权 不过这次汉官演习 从7月22号到7月26号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里面有几个重点 大家值得去未来介绍去看 但是其中有一个 其实就已经国防部已经发布 他有制作一个ROE 就是所谓的交战规则的一个小卡 他发到所谓的连级单位了 这个东西在干嘛呢 因为你知道战争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通讯他会断掉 那你一直请示上级 你一直找不到上级回应给你的东西 所以比如说 我们看到那个电影当中的提到说 炮长自己就决定要不要发射这个炮级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通讯断掉的时候 就交给连长 这个所谓的防空连的连长 这时候空军有防空飞弹连的连长 还有海军有反舰中队的队长 还有陆军的野战防空连的连长 他们有权力可以在当下决定 自己就决定要不要采取反击措施 但是前提要件事人家攻击你 如果你没有被攻击的话 你就当然就不能采取这样做法 而且你在采取做法 还是要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 所以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其实里面有很多重头戏的原因是 有很多东西用一改过往来讲 我们用形式主义 或是用所谓的用喇叭 放那个所谓的枪炮弹药的声音的 这种做法实实实地实战实实战 来做进行这个演习 其实这次汉光值得还有 当然还有夜间的演习 这个我们有时间在讲 但是我要回应一下 刚刚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次的敌意螺旋 就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来讲的话 当然除了国际因素之外 我觉得很多事情来讲 还是由对岸所引起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想想看 马席二会是什么时候 4月10号 4月10号马席二会 习近平释出了一个讯息 他说希望 呃台湾民众可以到大陆去看看 然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可以到台湾来看看 这不就是观光吗 这观光旅游不是吗 那所以赖清德在520的时候 就接话了嘛 当然先从观光开始做 因为你习近平既然有心要这样做 我当然接话做啊 没想到6月21号 再来一个台独22条 那这个台独22条 你不是你一方面向释出善意 然后你后面又开始给我释出这种恶意 那我当然入委会要有所作为 我当然提醒民众说 人家都放出了这个台独22条 然后不需要提醒民众说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也没有说完全到红色警戒说不能去 而是说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整个 如果按照时序来看的话 那事实上还是由对岸所引起的嘛 你想想看哦 这个6月21号发布22条 其实我看到压 化压的时间点 是在5月26号就做出决定了 那一个月后才公布 那你5月26号做出决定 你是不是要针对所谓的赖兴德的520的 就职演说当中的所谓的两国论的概念呢 但是问题是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这不是客观事实吗 因为是你不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才会有演变后面的这些情况出现呢 你如果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岂不是后面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吗 所以其实哦 他那个敌意螺旋 你看到都是对岸在出手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并没有说主动的要去挑衅啊 所以我这个必须要先讲的 再来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美国他会对中国这样子 都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产生的嘛 你喊出什么中华伟大 民主伟大复兴之梦 中国梦 对不对 2025中国制造有没有 然后你又去偷技术偷人才 然后偷什么东西的 有的没的 造成不守国际规矩 所以造成现在这个景象 那这个景象也不是说 全世界一定要对于中国而来 以前环太平洋 中国也是参加了好几次啊 人家也邀请你啊 结果后来呢 当时的国防部长马提斯 就是川普的时候 这个国防部长 发现了一件事情不对啊 你今天来讲 你窝藏在我们里面 然后你到最后来讲的话 还要偷我们的技术 还要干嘛的 所以等于把你赶出去嘛 那赶出去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当时的国防部长马提斯 他研究什么东西 他其实是这个儒匠 他研究是中国明朝的朝共体系 他告诉你那时候明朝的君王是专制的 然后呢 连那个宰相都不会废掉不是吗 后来这个采取这个专制 然后扩张 然后实施海禁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包含 跟周边国家的关系 是用朝共体系的这个态度来看待 所以他发现到现在的这样的中国 好像在走明朝那时候的路线 所以他基本上美国就开始 对中国采取后面的一连段措施 当然我们台湾就在处在这个 这个当中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选边站的问题 本来就是在这边了 就是布林肯讲的话 本来你就应该站在这边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敌意螺旋 不是我们刻意挑起的 是对岸来讲的话 他所提到的 那所以当然陆委会 站在一个官方立场 先发布这样的一个声明 也没有错啊 那总不能说啊 这个那你要要要要怪罪的话 那当然就对方来讲的话 你收回这些东西嘛 你不要发布这些东西嘛 你发布这些多余的嘛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 挑衅是对岸不是我们 OK 易甫现在看起来的话 包括我们自己好 你说未来的战争 如果真的要是不敢在各地吧 从这次俄乌战争以后 大家突然发现 无人机无人艇这些 当然一方面是避免有生 有生生命的一些的伤害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发现真的很好用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包括我们的中科院 我们也会自己做 那包括你说神风是无人机 包括我们的无人艇这些 马云军委员也有在立法院 因为他的意思说 像我们的无人艇 其实空间存的 为什么要比人家乌克兰的 要贵这么多 类似这些 那包括 其实你说外交国防委员会 那相关的一些的委员 去希望要知道 相关的一些国防 或外交一些的作为 本来就应该是要 那他本来就 可是有很多时候 那个尺度的拿捏 也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 就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到底为什么会要这样做 老共刚刚讲说 其实这次环太平洋演习 大家讲说 我刻意把一个四万顿级的给你看 我就打给你看 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讲说 老共在他们的沙漠地带 那在乌日河还是在哪里 不是做了一个 跟我们的总统府 一样的模型的东西 乌日河是总统府 对吧 是总统府嘛 但是现在在新疆的沙漠 卡克拉巴干 对对对 他弄一个美国福特号的模型 你会弄我的 我也会弄你的 你打我一个大驱给我看 我就弄一个你的模型 看 大家都这样互相来互相去 其实他们在新疆里面 沙漠里面 塔克拉玛丹沙克沙漠里面 其实他们不是现在才拍到 其实2005年的时候 他们是用尼米之号 就在那边模拟 然后一直到2012年 2013年的时候 就一路的在进化 他们的模型建造也一直在进化 原本就一个方形的模型 然后他的尺寸大概你套下去的话 刚好是在尼米之去见首去见尾中间 那现在他们从今年的1月拍出来的时候 那几乎形状都一样 形状都一样 那最神奇是2021年的时候 他们里面还摆了一艘航空母舰的模型 他底下还弄轨道 让他可以移动 模拟在移动中攻击 那今年1月的时候 他们拍到的是1比1 很 那一个形状形体 还有他的见首见尾的整个结构 就像美国最新型的福特号 福特号摆在那边 一月份就拍到福特号 其实他们过去也拍到了伯克奇的模型 伯克奇飞弹驱逐舰的模型 康德罗加巡洋舰 拍到1比1的模型 那今年4月19号 他们又继续拍的时候 发现出现了很多的战机模型 大概有些是被布盖起来 有些是外险 他们仔细去看的时候 突然发现怎么一排外观 很像他们的五代战机 从F-22到F-35 从U-2高空侦察机到P-8A P-8A我们最近都常听说 会在台海附近飞来飞去 甚至于抓反潜 整个海上巡逻的 奇怪怎么五代战机摆一排 那五代战机摆一排的时候 还发现旁边跑到什么都有坑坑洞洞 就换言之你在模拟攻击 模拟攻击 那这个基地旁边呢 本来就是附近 本来就是他们的导弹的试验场 试报场 所以整个结合起来看 就说他们其实就是在路上模拟 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 跟他的飞弹驱逐舰 还有他们的战机 他现在就是在沙漠中模拟 但是沙漠上的演练 跟实际上演练所能取得的数量跟参数 其实沙漠上是比较有限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在模拟他们 基本上我是认为他们在模拟 他们的反舰飞弹的精准度而已 打得到打不到 他还不足以像美国 可以在实际打的时候 取得那个数量跟攻击的模式 其实还是有点落差 那马文君委员他们问 包括汉光相关一些资讯 有什么不对吗 他一直说我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 我还是招委啊 我不能了解一下吗 我要了解包括预算这些 然后为什么我们的造价会是这个样 为什么去报台湾的精进啊 我们的国防精进啊 可是为什么就会被拿出来讨论 我觉得不是不能问 在立法院运作的过程当中 好不容易参谋总长到了 25年来 第二位参谋总长被邀请到立法院 尤其是汉光演习 但我们常说一句话 我不晓得马文君认不认同 演习四同作战的话 我可以把我作战任务给你看吗 我能把我的作战的所有状况给你看吗 而且这一次称之为无剧本的演习 他就是告诉你真正时机状况 他是用现场或是临时告诉你状况 发生什么状况 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一旦失联 我告诉你有通讯截止 但是有什么的时候 你要怎么组织 你变成飞弹的连长 或是这些实际上的指挥官 去中心化的时候 你就要当场指挥 这是一个临时状况的下达 看你的反应能力 防御能力你的部署 我现在怎么可以把这些都给你看 我都给你看的话 万一又卸出去了呢 那我的演习 那所有的任务调整 如果都卸出去 那我为何称之为无剧本演习呢 那当然你说 军方有没有列出非常多的状况 演习他一定会列出非常多的状况 就像美国打沙漠之战 他也列了非常多的状况 遇到什么状况 遇到什么状况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状况摆在那一边 我随机下达看你的反应 那我现在这些东西调整 我怎么可能全部都给你看呢 那当然 你说事后 如果汉光演习后 事后的检讨 大家是可以 可以比较可以公开谈 嗯 但你现在这一个关键时刻 其实我是觉得 你演习后来检讨 请他来做报告 那会相对比较适宜一点 好 那至于快级专案 他就说无人挺 就是快级专案 当然 乌克兰 一艘建架 造价是600到800万 他是5.5公尺的嘛 他在这一次也打 也包括打掉了好几艘黑海舰队 黑海舰队的船 所以生命大造 那我们也在建造 我们叫快级专案 八亿多嘛 其实他已经发包了 他已经发包给一家叫隆德公司 其实他是要做四艘 但乌克兰的是5.5公尺 我们做的是将近十公尺 三艘 加上一艘的17公尺的无人工作船 然后四艘 但要对比性的话 我觉得价格没有办法这样对比 就说你用大小或是什么 你基本上还是要看里面的武器装备 配备备等等的遥控等等等等 当然里面这一个东西能不能要 你我刚才说快级专案在中科院 八亿一千多万 其实是有预算的 这是通过以后中科院才能在 今年的时候才八包 标出去的嘛 那你要任何东西什么 我就回一句话 可不可以去询问 可以回机密会议局 而且下会期就有国防预算委员 就有预算 就军方的 有外交跟国防就有机密 所以他本身就会开机密会议 其实有很多东西 回归到正常体制去问他 而不是就水口说 这都不是什么机密 你给我你给我 你什么都要给我 那这样子的话 那很多迷面 就会碰到立法院 新法院职权新事法 到底要不要给 不过依据461的解释文 这个解释文就是解释参谋总长 要不要到立法院 其实不只参谋总长要不要到立法院 因为义父刚才担心的问题 就算这一次过得 立法委员职权新事法的新法 你去看他里面 有特别 因为那时候大家讨论很多 所以他把 如果要是有外交国防 就是有立即危险的这一块 是可以拒绝作答的 所以参谋总长 你只要问到 他绝对有权力 他有权力 因为参谋总长去 平常讲军令信统 大家都知道 他本身就是负责所有的军令信统 你问他什么东西 平常讲如果是参谋总长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要跟你讲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机密的感觉 他就是这个样 在国内来讲 这几天闹得沸沸沸沸的一段 是政论节目的这个问题 丁少 对 那你们现在对这整件事情 的解读是什么 我不想怎么解读 这个要问这个侯花石 不要推给我 几十年来了 在政论节目 好好解读 实诚沙场对 好好解读 你好好解读 丁少吗 哈 您看过有人丁少吗 我参加的都没有 我相信在座的应该都没有 没有看过啦 因为我参加很少 我不敢说 但是我也没有看过 所以 参加很多叶仁之说 说没有看过 叶仁之说很有指标性 什么节目都参加好不好 全方位的 他说没有 我相信就是没有 合你 所以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所以我觉得很妙啊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沈柏阳吧 我觉得沈柏阳委员 他讲了非常多的话 那我来梳理一下他的话 真的是 不晓得该怎么评论 所以要借用柯文哲讲的一句话 不晓得沈柏阳委员 他的精神状况 是不是正常 因为蛮怪的 他讲了很多话 不一般 非常的不一般 先讲最简单的 520就职啊 那现在就职啊 520的沈柏阳就职 哇这满面春风啊 结果521到立法院的时候 哇 身体这个微样啊 头都包起来了 身体的状况时好时坏 只是他第一个可能 身体状况有问题 这个沈柏阳委员 要注意一下他的身体 再来他又讲到一个 非常争议的问题 第五众队 结果 他讲哦 第五众队这个 整个 不管是媒体圈 还是 政论全部讨论完之后 什么样会改变说法 他说第五众队是个假议题 接下来就碰到了 这所谓的 陆媒丁梢政论节目的事情 嗯 什么样说 他两个月前 就知道这个事情 就被大家骂 你两个月前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讲 你是不是第五众队 那沈柏阳出来解释 他说 因为当时没有证据啊 所以他就不提了 那请问一下 那你现在脸书也写了 记者会也开了 有证据了吗 好像也没有证据嘛 那为什么你现在才要出来讲呢 不晓得为什么 最好笑的是 前两天啊 沈柏阳脸书又写了一段话 他讲到友台的一个 政论节目被影射的一个 政论节目 他说 他是看这个节目长大的 但是当他看到主持人 这个这几个礼拜 用他手小 从小熟悉的口吻骂他的时候 他感觉很魔幻 我查了一下 那个政论节目是2007年开播啊 嗯 沈柏阳1982年啊 也就是说 他看那个政论节目的时候 是25岁啊 他从小看到打从25岁起算的吗 不晓得 逻辑非常的奇特 接着他在直播又讲了 他说他本来要出国参加一场 高度机密的会议 高度机密 结果事后被人告知啊 有人冒用他的民意 参加了那个会议 入住饭店 然后消失无踪 但为什么什么样本人没去呢 因为他感谢傅昆奇 因为国会改革法案 傅昆奇坚持要开会 开了半夜12点 逼迫他要把机票取消掉 所以他没有去 所以他笑着称啊 傅昆奇救了他一条命 沈柏扬要去参加这个机密会议 我是不晓得他是特务 国家特务吗 还是他是参加了 像是天地会这种 所谓的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 要参加机密会议 我不知道 但他讲的非常的神秘 跟讲煞有其事 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哦 你去看一下沈柏扬的脸书 他一身衣鬼的次数非常多 他说他是台湾第一个世界民运的代表 所以他到国外都会被人实体攻击 一堆人想要除他而后快 我不晓得为什么参加一个世界民运代表 要被除之而后快 然后呢 他讲非常多东西 像这个 他说哦 这个 我到了国外的这个旅馆啊 发现从手机的插头被拔了起来 行李被动过 然后呢 吃完早餐回到饭店的时候啊 他说用电脑的时候 发现电脑后面多了个便当盒啊 便当盒里面一打开还有多了三分 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炒饭 他根本没有吃这东西 然后还看到了 有一个滑板撕下来的帖子啊 上面写着 要你注意啊 他说滑板很危险 有可能会实际 要保护自己之内的话 他觉得非常紧张 接着他又讲 318回忆318 他想到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他说那时候啊 他在美国啊 在书房里面写东西啊 写到一半啊 网路没了 警察联络也没了 结果呢 他很紧张的跑到外面去看了一下 就发现原来是网路线松脱了 但是一般人觉得网路线松脱 就插起来就好吧 他不是 他怀着是有人为把松脱的 所以他相当的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在写的是 中国内部文权的案件 觉得是有人在盯着他 所以他非常害怕 赶快的重新的跑回他的房间里面去 我不晓得他这个是幻想还是太过紧张啊 但我强烈建议啊 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 第一时间请你报警或就医啊 不要只会写点书 写点书帮不了你 甚至到今天 我觉得沈摩扬也是活力全开啊 他直接讲 中国的政协啊 直闯了国防安全研究院 与台湾的院长苏子云会谈 他不是院长 他所长 所长 会谈 我不晓得这什么意思啊 苏子云是谁的弟弟啊 是黄伟哲的弟弟啊 林静党台南市市长黄伟哲的弟弟 现在被沈柏扬写的疑似可能是第五重队的人啊 因为他跟中国政协有沟通啊 他觉得要请苏子云出来说明一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不是很多理解他讲了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他的结论是 他觉得接下来的两三个礼拜 他都会受到持续的攻击 我的个人想法是啊 如果沈柏扬委员你继续这样子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不要说接下来两三个礼拜啦 你接下来两三年都会被持续攻击啊 这完全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嘛 我不晓得这些东西 在义党听起来 民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怪 我就想问 俊宪委员 最帅俊宪委员 你身为民党立法委员 听到你的真的是你自己的同事 总不会不熟了吧 还听听讲这些奇怪的东西 您的想法是什么 到底是不是要继续纵容他 讲这些从头到尾都完全没有任何根据 跟完全没有证据的话 然后你们民党委员还陪他出来开记者会 到现在呢 不晓得结果是怎样 搞得人心惶惶搞得好像政论节目 通通都会有对岸的人士在盯上 甚至某一些政论节目还直接被影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节目 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适 我们现在台湾到底变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真态 民党执政下去真的是希望 台湾每个人都这么的戒身恐惧 甚至怀疑共谍就在你身边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请绿营的委员 请再说明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来 接下来回应 这个会有共谍这个还很怀疑 当然会有共谍 我们都会派台谍过去中国了 怎么不会有共谍来 绝对会啊 以前国民党教我们的 匪谍就在你旁边 对不起 这就是我们错了 是不是 所以两边一定都会互派间谍 只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社会 当然容易被渗透 台湾受到一些骇客 或者是假新闻的攻击 这个也是国际公认的 国际认证的 受攻击最严重的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监督 所谓的什么政论节目 这是媒体公开报道的 那也请相关单位 那你就要去查证 只不过啦 凡是跟中共往来 就是你跟他们往来 或者是你常常要去中国的 这些人都心知肚明啊 平常自己讲话 脑袋里面都有个警备总部在审查 千万不要乱讲喔 你要去 常常在跑中国 你可自己要小心 对不对 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嘛 你讲什么话 那边都有在 尤其是政治人物啦 他都会锁定也会记录 也了解你在台湾在讲什么做什么 像那个陆委会大概也有公布啦 目前有十一位来报案 就被中共逮捕的 有没有什么宗教的啦 什么老师也有 或者是说曾经回来 有回报 他在那边受到什么样的骚扰 什么手机笔电被没收等等 他觉得他自己是无辜 那综合起来的话 你如果要面对这样一个政权 你当他开始请全国之力 要来渗透你的时候 我们当然必须要有一定的警戒嘛 这个还用讲 中国有没有渗透美国 有啊 美国政府讲的 加拿大啊 接入他们的选举啊 对不对 澳洲啊 每个国都有啊 那会不会渗透台湾 当然会啊 不过现在看起来 义副 政议局部的这件事情 要怎么收尾 因为陆委会讲说 要会同文化部啦 NCC啊 要一起调查这些 NCC也说要发函要去调查这些 你预估调查的结果呢 预估调查的结果 我觉得电视台一定否认吧 那已经跟你说没有啦 包括背影社的节目跟电视台 都告诉你没有 只需物有 你当然就是说这种事情 如果属实 他当然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啊 那当然要查啊 我觉得查 当然还是要给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事情 涉及到说媒体 媒体是否接受中国指示 在散播某种讯息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 他是持续事情 还是那几个月的当中的几天 还是等等 这个一定要厘清嘛 那现在当然你说的 那个新华社的记者已经走了嘛 那不管如何 你那个节目有多少来宾 什么都摆在那边嘛 你提供 请他们提供议带 有多少来宾都在那边 你都可以去询问 我觉得那个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查清楚啦 不管说人已经走了 但是你查清楚以后 有没有这件事啊 未来如何防止这样的事在发生 是否说真有 你对电视来怎么处置 你对什么处置 你都要有 如果没有 你要怎么样去让人家 你要给我们知道一个结果嘛 那我最在乎的 就这种事情 就是说不要又没有下文 就好像那个小艇 侦测6公里 海军侦测不到 然后处分了10个人 然后呢 嗯 那我昨天问过 然后结果后来没有人告诉我 没有 下文到底是什么 对 应该叫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人 对 对 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吗 然后重点是 接下来的房子 或是所有的感觉 国安里面 我们的海岸安全 什么安全 你要怎么去补这些 然后海军权 委员会应该要问这个啊 应该要告诉我们说 如何未来如何 怎么做房子嘛 所以我就说不要不要 讲完了以后 我们要调查 然后就没有然后 嗯 我是希望什么事情 你说要调查 就给我们一个结果 嗯 给我们一个结果 给人民知道 到底这件事情的真相如何 属实还是部分接近事实 嗯 我觉得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啊 OK 不要 不要 哎 我们要调查 然后就没有然后 然后 那人民对这个政府 未来每次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他会一次一次的 失去信心 就说你每次都说调查 但每次都没有一个真相结果 我觉得这对政府来说 也不是好事 而且我最后補充讲一下 这一次陆美丁少 这段节目的事情 民进党是自己开记者会 而且他后面的看板 不是打问号 他就直接用句号 告诉你他来丁少 然后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涉入这案子里面的 这叫指控 这已经不叫怀疑了 所以接下来 如果让这事情 默默无声消失下去 那我讲真的 那对民众而言就代表 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东西 因为民进党想要指控什么 就指控什么 反正指控错误了 就当做没这回事 所以这事情 我希望警察一定要答案 还有一件事 你们有立委哦 你们有立委哦 你们可以透过立委 在委员会盯这件事情 叫他们交代一个结果出来嘛 但是如果有结果的时候 如果证明了 没有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需要民进党相关的立委 要出来做道歉 而不是你指控别人的时候 非常大声 就发现你自己错误的时候 叮叮什么话都不讲 这个我才觉得最恶劣的地方 OK 那廷辉 不讲单纯这件事情 其实刚才你说 俊权委有讲 两边各自一定都会有希望 刺探对方的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讲话 那老共一定会对台湾 要进行统战 或什么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那他会针对媒体 做什么样一些事情 我们不讲单纯一个个案 可是老共一般 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媒体 会做什么样一些事情 统战是洋谋啊 又不是阴谋 本来就是统战 所以他一定是用 当然他宣传系统 其实他分很多类别 他非常的清楚 在他的文宣以及统战系统当中 来讲的话 操纵媒体影响舆论 这个技术必然的 我觉得也不是很意外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也是说 一般来讲 像这个新华社铸台的记者来讲 三个月他是短期来讲 有人要盯才对 应该也有人盯才对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行踪 其实说真的 应该都在我们的国安体系的掌控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你知道我们邀访中国大陆的学者 到台湾来 他们都常常抱怨一件事情 因为邀访单位他常常要 第一个回报移民署 回报警察局 回报调查局 回报军情局 回报国安局 回报陆委会 回报各个不同单位 他们说光是一个人 他比如说晚上出去夜市去吃个 吃个什么东西的 结果要回报十一个单位以上 所以同一件事情 每个单位都一定要掌控啊 不然的话老板会怪罪下来 你怎么都没掌控 你怎么都没掌控 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一号人物在台湾的行踪 没有人叮 因为所有的恐怖分子 进到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所有的人都叮 甚至有些 甚至有些人是不让他进来的 我从以往的工作经验 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很简单 把这一号人物 这个新华社 这一位叫赵博的 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我从没看过他 他到底在台湾的 所有的行踪轨迹 全部都公布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处理到这所有事情 上过所有节目 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那你说 其实我必须讲 你说有没有必要 如果今天对岸 需要来控管言论 有没有必要派一个人 到摄影棚里面盯场 我是持很大唇 因为直接跟这个制作单位 比如说制作人 或者说什么电视台高层 去控管这个部分就好了 何必派一个人 还要到现场 听说你的意思说 还是有可能有 他只是没有在现场 我没有三块证据 只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故事里面 最让人匪夷所思就是 你为什么需要有一个人 到现场来盯场 这不合我们一般人 想象的逻辑 那请问一下 像沈伯扬生委员 他不是讲说两个月以前 他就有听闻 或什么 当然莱茵就讲说 两个月以前听闻 那你为什么现在 然后才出来 要讲这些东西 那个听闻跟现在之间 当然我觉得沈伯扬委员 如果还有相关的请资 赶快提供给国安的警官 包括陆委会 包括文化部 他是有说 当时他没有证据 他认为现在媒体直接曝光了 所以他就认为他可以来讲 可是他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证据 他只是说他有听闻 但是他说他有几分证据 讲几分话 不过讲到沈伯扬 他今天倒是去感谢了 昨天感谢傅昆奇 为什么 他就讲说 感谢傅昆奇救我 可能他救我一命 他突然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因为他本来五月中下旬 他要去国外参加一个安全会议 结果没有想到 他说因为 就因为那个青鸟的行动 开始发起了 他得要一直在 不断的假动表决 所以他就得要留在国内 所以他在这个会议 出发前决定取消 他就没有去了 可是他在议场 就在表决的时候 突然接到那个主办单位 来一通电话 他说有人冒用你的身份 到旅馆 然后到这个会议要去报道 他想说是谁 该不会是想要对我不利吧 那他当然他讲的比较戏剧化 但是他强调就是说有人 因为他说他想到这个会议 这个国际会议 第一个在不太安全的国 他没有讲在哪个国家 他说这个有蛮机密性的 只有他知道 那他在一个不太安全的国家 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国家 我想说哇这个国家这么神秘 那但是但是他就强调 如果连这样的状况 都会有人冒用他的身份 而且还想要去 取代他去参加 但是就东窗事发被发现 所以他觉得他如果 因为他是一个常常会出国 参加国际活动的人 他觉得他接下来如果出国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尤其在最近这个对岸 有这个惩治台独的 这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他觉得他就决定 向警政署用特定人士这个申请 这个维安的随护 所以未来如果他要出国 可能是会带一个这个随护出国 OK 不过这简介 就是刚刚为什么讨论到 春日节目的这件事情 那真的 刚刚就讲说要尽快 查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可是从这个延伸出来 因为包括这个媒体 平面媒体新闻一出来 民党团就开了记者会 开了记者会 那天就跟陈宇峥委员之间 吴思雅委员跟陈宇峥委员 就对吗 但是剧情的高潮是在昨天 就突然之间 那新闻人物就是巧幸 因为他现在自己叫新闻人物嘛 有一个文字在他的脸上 然后巧幸到门口去 人家话里 我看媒体上面 好像我有讲说 好好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 干脆你访问 大家都来打雷台就算了 对 现在我是有感而发 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再朝在野各政党 彼此互相尊重 比方说在野党 你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执政党也不会说 有人去叮沙 那好像去挑衅你 不要这样嘛 同样我们执政党在记者会的时候 那你们人在那边 进进出出 徘徊在叮沙那个样子 确实这是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而且陈玉琛被发现以后 还进去大家对骂对呛 然后你们在质疑的 在骂的这些点 我就很莫名其妙了 本来每个党团就是两个门 一个是工作人员进出的门 另外一个就是给媒体进出嘛 那本来媒体进出的门 我们立委通人 不会去走那个门 因为媒体 他的那么机器的架设 本来就是让记者出入 那连这个也拿来说嘴 说我们民进党的立委 不敢大大包包走 这种我觉得都已经不好 已经既然量债朝债也 都仇视到这种地步的话 所以我才说那干脆 立法院对 中庭那么大 干脆架设个擂台 大家互相不爽的 生死状牵了就上去 一次解决一次解决 以后不要再弄这些 我觉得这种这些事情 一弄出来是只是让社会 更瞧不起我们说 我票投给你们这些立委 就希望你们来解决国家大事 结果你们比小学生还不如 好像大家坐椅子 中间画条线 我的笔不要滚过去 你的笔不要滚过来 这已经到这样的地步 事先可不可以请问 所以你对于尤其是晓鑫 在第二天的行为 你对于那一段会觉得说 这个对包括他个人 包括对立委的职权 这个民生 你觉得都会有影响 我觉得对徐晓鑫个人的原因 他在蓝营的支持度 他会继续维持那么高涨 甚至更高 他维持了他的高升量 但是在整个社会 包括中间 比较观点 比较中性的朋友 甚至我们民进党里面 我们对他是更仇视 因为很莫名其妙 人家我们的党 在开我们的记者会 讲述我们的事情 那你从媒体 从各方面都可以去了解 那你犯不着 来到这边来直接挑衅 还带个尺 在那边量说 隔几百公分 我觉得这很非常 莫名其妙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说 小心 你每天出门前 既然你说你脸上有蚊子 每天你就照照镜子 看看蚊子还在不在 同时你自行一下 对着镜子面对自己 看看自己的灵魂吧 你要进到立法院以前 想想你是国会议员 你进到这边来 包括你说的没句话 你做的没件事 那都有相当程度的意义 全体两千三百万国民 信任我们当国会议员 来做一些自重 也重视国人权益的 国会议员才对 OK 明显 小心的这些动作 是要凸显一个 就是蓝营 一个人都不能被欺负 一个都不能少 只要有人 发生了一些的状况 大家就要一直 一起去抱团去那 要想尽办法去做声援 是要有这个吗 刚才 思念委员的意思 好 我觉得两边 各自阵营的支持 先不用讲 对中间的选民 或民众来讲的话 这一方面 会有失分还是得分 现在蓝绿还在攻防 我觉得还在打仗街 OK 还没休兵 你说民党团开记者会 陈玉珊走过去 然后被吴思瑶这样挑衅 到底谁挑衅谁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不要讲说 一定是陈玉珊挑衅 民党团旁边 譬如说我过去当记者的时候 民党团 因为跑国民党团 我要走过民党团 因为厕所在旁边 我还故意绕过去 闪过去 我又不想走太近 你说两边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互相没有监控 我插一句 他不是经过 他不是走过去 他旁边停十分钟 他在那边停十几二十分钟 他就迷你 他在挑衅 他挑衅 距离拉远一点 拉一百公尺 拉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 拉到红楼去 对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世间委员 世间委员 你自己刚刚讲得很清楚 蓝绿之间互不信赖 互相都对各自的仇信 仇是很高 老讲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双方互不信他的时候 你说到底谁挑衅谁 如果吴世 如果他站在旁边 没有任何动作 没有冲进去会场的时候 他没有跨越那条线 那是吴世耀主动点名 如果吴世耀没有主动点名 拍到陈玉珍在那边 你说两边党团开记者会 老实讲都十几台摄影机 都有 因为有声量 那你如果吴世耀不要主动点名的话 今天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许巧新 巧新老实讲 他是要声援陈玉珍 就说你们修理陈玉珍 我就声援陈玉珍 一喜不能少 就像你今天 你不会修理吴世耀一样 你今天一定会修理徐巧新一样 就变成蓝绿完全壁垒分明 他这样做 他在声援陈玉珍 他会害到别人 害到业元之 我觉得教授刚刚讲的 不尽然公平 他讲说在野党明年来看 现在就会很厚 我觉得是这样子 社会气氛其实转变很快 民进党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执政党 现在是迈入执政 第九年的执政 执政你这楼住的是 你执政不会永远顺风顺水 譬如说最近是这样子 最近又要开始缺电的问题 拜托台电要要求大家可以去关 可以关你家的冷气 他被骂死了你知道吗 那你不会 不会任何 接下来不会任何其他的出包的问题吗 所以不要讲说 执政搞得自己好像再也一样 我觉得现在你不觉得都错位了吗 有一些在野党认为自己执政 譬如说我们现在处理了什么 核能研溢的我们要帮忙漏 接下来包括国会法案 包括两岸关系我们很担心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曹委之间怎么样把他搞到自己对位 譬如说执政党也有执政党的责任 不要老自己修理在野党 或某某在野党 他今天党团中国的首深度争论节目 记者会 两个多月前就知道了 但是他在等待证据 两个多月前就知道 两个多月前陈波漾也是立法委员 你今天立法委员 你如果说要把这事情批漏管到很多 要么你就可以质询 你可以书面质询 你也可以直接面对面质询 有没有去质询 没有没有质询 然后这个事情爆发之后呢 他他最后他是说 哎呀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就也就不了了之 那我那我觉得假设 假设这个事情真的那很严重 如果是真的话 那中共手直接介入媒体开玩笑 这个事情何等之大 结果你一个立法委员知情不报 而且你又是认知作战专家 你是最care这个事情的人 你就让这个事情传过水无痕 然后里面的关键人物赵博勒 他在台湾吗 没有他已经在之前呢 已经回到对岸去 所以你要查都会查不到 所以沈柏洋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 你的责任很大呢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现在出来放马后炮也非常奇怪 原来就快问一下 因为陆委会昨天是邱邱政主委 直接在面对 那县文界委员的职训的时候 那他问他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有 所以他等于媒体都用证实 有这么一回事 但你讲说很难想像 那会有人手上来 那邱主委呢 他是陆委会 陆委会讲话我也是不是很信 我举一个案例 大家就知道了啦 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叫王立强 王立强在2019年那时候 是叱咒风雨在台湾 超红的为什么 因为他在澳洲接受一个媒体访问 他自诉啊 说自己是共谍啦 把自己形容跟007一样厉害啦 操控多少几千万的资金啊 影响台湾的大选啊 然后什么还 什么可以按住什么韩国瑜啊 搞到韩国瑜那时候 还开记者会自清 说如果他要拿一分钱的话 他立刻退选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荒谬 结果我们府院党都很相信 第一个跳出来就蔡英文 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找那个住外单位 好好查清楚 所有人都把他当一回事 然后呢 刚好王立强咬出来的上线 叫做向欣夫妇 那个时候人在台湾 立刻被限制出境 立刻被调查 结果呢 向欣呢没事 已经回去 回到他家了 然后王立强呢 后来有人care他吗 他在澳洲 被澳洲法院认定说 他是一个炸气犯 所以这个就 王立强的事情 就铁针针的告诉大家 府院党 只要认为这个事情 可以抹红 可以操作 他就是会说有啦 那今天这个事情 假设大家都觉得非常荒谬 那陆委会说有 那也就是跟之前的王立强 那个事情一样啊 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操作 那他怎么操作呢 五哥 像我就会认为 这个事情是非常荒谬 昨天第一时间 民意党马上跳出来接球 开一个记者会 就说 中国的手深入政论节目 然后 那你骂中国就好了嘛 结果呢 他后面讲的是什么 后面讲的是 蓝白 联手 打NCC 那我认为你就是 刻意在操作啊 你就是要 你就是已经相信 有这个事了嘛 然后呢 再借由这个事情打蓝白嘛 意思就是说 NCC很重要 你看呢 我们这段节目都被 中共的手深入了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NCC 那怎么办呢 还有蓝白呢 会去卡NCC 让NCC没有办法 发挥功能 那我们的这段节目 就越来越被渗透了啊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来做认知作战 搞到之后 以后只要比如说 NCC的人士送过来 我们要去审NCC的人士 或者是我们觉得 他的组织哪一方面不合理 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 哦 你看蓝白就在帮中共的手 在影响这段节目 那是一个组合的权 我觉得国民党 从昨天到今天 逻辑是错乱的 首先第一个 大家现在谴责对象 叫沈柏洋 这件事情 国民党现在骂沈柏洋 因为他讲说 两个月前有听过这件事情 但没有相关证据 因为这句话骂他 好 为什么讲逻辑错乱 首先第一个 国民党跳出来说 我哪怕看到一个报 而且是一个 在台湾算主流媒体 写完了这个报导之后 国民党认为 我不相信这件事 你们看完这报导 说不相信这件事 结果今天民进党的立委 跳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两个月前 有听说这件事 但证据不够 所以当时我没有揭露 结果你们谴责这个人 这是荒谬的吧 这逻辑是不对的 今天如果沈柏洋 他有充足证据 他应该会去做相关检举 他可能自己认为说 他没有相关证据 好 再第二点 为什么昨天 今天民进党开这记者会 因为今天是台湾的一个主流媒体 做了这样的报导 我们认为说 有这件事情的话 相关单位 应该要有所处理 一个立委 遇到这样的状况 这不是应该不分政党 要求相关单位 测查清楚吗 民进党的态度 当然最后讲 NCC很重要等等 正是他们的态度 可是今天国民党立委 可不可以跳出来 也跟大家讲这件事 应该要查清楚 我们比较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 国民党立委在门口听 然后听了很久 然后后来进去跟他吵架 昨天不承认不就这一出吗 所以我觉得邏机错乱 再来最后一个 就算原自立委 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过去曾经有一些案子 可能曾经被影射 或被怀疑 是不是有介入台湾的选举 或者一些政治事物 以前也有查过有的啊 包含说一些 组织把台湾情治人员 台湾的军人 台湾的人被渗透 有跟没有 这要相关单位查清楚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昨天看到这个报导 其实应该是不分党派 要求相关单位查清楚 那我刚刚讲没错 陆委会态度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肯定还在查 就像文化部 他们跨部会 文化部认为说 要把新华社 现在在台湾的駐台记者 找来问清楚 我觉得给他们点时间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我是支持 最后清楚怎么样 要讲清楚 我要讲一下 这个事情不是说 我们不愿意 而是说民进党 把这个事情 打到政治斗争嘛 就像我讲的嘛 假设你民进党开的记者会 是说都要查清楚啊 那你陆委会文化部 怎么让那个赵博离开了啊 你失职啊 这我们支持嘛 对不对 虽然说我不是很相信 那个报导 因为他都没有具名 但是民进党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是发挥立法院的职权嘛 就没有啊 他跑来骂国民党啊 说是什么什么 蓝白什么 好像跟这个事情有关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 就变成一个政治的口水了嘛 跟政治的攻防了嘛 所以 不然你不能说 你们国民党为什么来政治攻防 不是我们先的 是你们先的 昨天第一时间是 民进党先开记者会 对那沈柏阳这个事情 我的意思说 因为沈柏阳他很重视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老早就有资料的话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相关单位 他就是没有资料嘛 他就写没有证据嘛 那你就要叫陆委会去查啊 我没有资料 可是我有听说 陆委会文化部 你赶快去查 有这个人叫赵博 赶快去把他限制出境 或干嘛 就像查向心一样 没有 然后就这个事情他都走了之后 然后在那边PO脸书 所以这个事情最后会不了了之啊 被指涉的节目 也会不白之冤 不过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后织讲说 那个有那个被传那个主持人 有打电话问你们所有的来宾嘛 说讲说呢 你们有看过所有这些 那问题就在这 来后织 因为这是陆委会 陆委会呢被问到这 原文媒体上是这样 邪荣介在问说 所以有这件事情吗 邱翠正表示 有 未来陆委会跟文化部 那主管 那机关呢 他们会一起来做行政调查 那因为陆委会也是在这里面 当然你说在过程当中 像譬如说这篇报道 黄国昌 这次跳出来 他要严肃面对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些事 果然单位NC大家都睡了一片吗 这件事 可是前提是 到底有或没有 这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吧 我觉得 你问我我觉得这是假新闻 嗯 我这样讲了 冠平我这样讲了 我说宪法那个辩论废死那天 有一个报纸一个字都没有 嗯 那你告诉我说 这个报纸多多厉害多多伟大 我对不起我不接受了 那这个东西我先讲 就说有没有对岸来介入节目 这件事情是一回事 这件事可能有 但是有没有一个站在现场去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不可能发生 我验带就好了啊 对不对 我验收就好了 我做复控就好了 为什么要进来嘛 他可要站在复控 他的描述很清楚啊 而且他的画的图 人家是女的 把他画成男的 对不对 你告诉我你怎么查证的 你告诉我你怎么查证的 对不对 然后昨天做完之后 结果结果民党政府 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 全部贴在一个假的东西上面继续夾 原本人们说 看一眼生一个子 你不要看一眼生一个子 你不要看一眼生一个子 连看都没有看到 就把它渲染成这样 很简单 我讲说这东西一点都不难 因为在场人都知道 是哪一个节目哪一家 找个立委去问 立委有言论免责权 你求求认敢讲说就是那一家 还是你NC敢罚 我就等啊 NC说可以罚200万 今天那个报纸就把它做到 做到头版去 万天你觉得会罚200万 你就会罚他出来吗 看他们查清楚状况怎么样 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说你相信这家报纸 你相信这件事情吗 我相信他有查证 我相信他没查证 我跟妳讲不可能的事情 男的女的都搞错 这件事情 好 我把几件事情分开 第一个有没有这件事 查清楚 那我是相信媒体有查证 后哲哥可能觉得没有 这大家各有各看法 有个东西要查清楚 第二个有没有像媒体所报的 变成说什么棚内啊 指挥啊 这个也是要厘清的嘛 那最后一个我才是讲 就是说大家的态度 就我觉得大家的态度 应该是说 如果说中国用任何形式 影响台湾的节目 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 也不要有这样的情形发生